后学呢 站到天师的 点燃师 白雪圣地 不休息菩萨大德顿话 以及点燃师的慈悲成全呢 让后学有这个机会呢 跟大家共结善缘 那后学呢 说真的 同时要学习这堂课呢 同时后学也是这般的班员 所以抱着这种诚惶诚恐的心 因为既然是班员 大家的程度有没有差不多 应该差不多啦 所以呢 说真的后学抱着学习感恩的心 跟大家来共修大学圣训一 那如果讲不圆满的地方呢 叩求先佛慈悲赦罪 再请呢 超词的讲师呢 多多的补充 那我们知道呢 现在呢是白洋应运 那我们都是白洋修士 对不对 那白洋修士呢 我们是入室修行 还是初室修行 那入室修行呢 我们以七为棚 以子为伴呢 所以呢 这个我们在社会上扮演的角色呢 非常的多啦 人际关系呢 也非常的复杂 所以呢 我们的老师呢 非常非常的慈悲啊 告诉我们说 做人的第一步呢 就是要把孝顺父母 有爱兄弟姐妹 朋友有幸呢 就是要把人道给做好 所以我们知道呢 这个儒家的三纲五常 五轮八德呢 对我们白洋修士来说呢 格外的重要 所以修天道呢 要从什么做起 人道 所以孟子呢 他就说了 白洋应运呢 就是什么应运 儒家应运 所以呢 白洋修士啊 儒家的东西呢 不可以不懂 所以朱子呢 他集注了四书 大学中庸 文宇孟子 那我们知道四书呢 是儒家呢 思想的一个代表作 那希望借此呢 通达五金之理啊 那 我们知道 不学五金 我们会怎么样 五金打采 对不对 这句话后学的印象深刻 那 这个 南宋的朱新呢 他也说 大学呢 是儒学的入门读物 朱熹为什么 把他列为四书之首 四书之首就代表 他非常的重要 那 大学的出处呢 他来自于礼记 第几篇 四十二篇 他相传呢 是孔子的弟子呢 曾子所作 那 金义章呢 就是 孔子言之啊 曾子记录之 那 钻石章呢 是曾子言之 他的弟子记录之 那 我们知道呢 大学呢 既然是曾子所作啦 那他距离现在的年代 我们推算下来呢 至少有多少年 就把他算两千五百年 好不好 那 这个 曾子呢 将道传给了子思 子思传给了孟子 那我们知道孟子的时候呢 天使天印的关系 那时候呢 心法失传 所以大学这本书呢 就很少人呢 再去研究 更重视它了 一直到宋朝的时候呢 出现了一群的理学家 那理学家呢 就把 卢氏道呢 据 三教的这个 经典呢 把它融合在一起 然后发扬呢 孔孟的思想 所以等于呢 大学这本书呢 它是 成吉了 从 曾子的年代 到宋朝 成吉了一千五百年之后呢 开始 有人 再去重视它了 那就是我们的成夫子 我们的成浩成怡 他们是兄弟 开始呢 让大家呢 去重视呢 推广这本书 然后呢 二成夫子的弟子呢 朱熹呢 他又因为呢 大学这本书呢 因为年代已经比较久了 有一些缺少的部分呢 又把它重新的补证 然后再兄弟 那孔子呢 我们知道他一生呢 推行了这个 这个 这个 先王之道 也就是先天大道 那我们知道呢 道呢 在清阳期的时候呢 这个道是在 谁的身上 君王的身上 所以君王呢 就借此呢 来修身 来治理百姓 然后让进化人心 所以呢 这跟孔子一生呢 他追求呢 这个 这个世界大同呢 他的想法呢 是一致的 所以我们现在 白羊修士呢 我们 我们很着重于 学修 讲 办行 我们 我们白羊修士呢 其实呢 我们不仅呢 要自我修身之外呢 最重要呢 我们就是要 完成了 我们老祖师的宏愿 老祖师呢 希望画 娑婆世界为什么 而会莲花帮 对不对 那我们知道呢 大学里面呢 他将个人呢 如何去修身 他讲得很清楚 他利用八条目 格物 智之 诚意 正心 修身 吉家 治国 平天下 他黄黄相扣呢 这个 非常的有次第的 其实呢 他告诉我们说 我们白羊修士呢 其实我们 不仅要修道 而且最重要呢 我们肩负一个死命呢 我们要 度人 成全人 我们要半道 我们希望能够进化人心 即世界伟大 同 其实呢 这个在大学这本书里面啊 他所强调的 内圣 外网的功夫 进而 止于至善 是不是很接近 它是相符合的 所以呢 各位前贤 我们白羊修士呢 我们不仅 我们要把自己修好 把自己变好 那我们更希望呢 自己变好了 我们整个家庭呢 才能够幸福 那家庭幸福了呢 这个社会才会怎么样 才会非常的安定 那唯有进化人心呢 这个世界才能够大同 这个就是我们的目标 所以呢 大学呢 这本书呢 对我们来说呢 非常的重要 他可以说是白羊修士呢 我们怎么样 追求幸福的葵花宝典 难怪呢 朱熙呢 把大学这本书 列为四书怎么样 之手 之手就是非常重要的 那大学的内涵呢 大学呢 是儒家圣人传授心法的书啊 他产生呢 古人呢 学到 静得修业一个次第的功夫 最后呢 希望能够达到内圣外王的境地 所以孔子呢 他说了 其实儒教的经义啦 都在大学中庸里面 那宣圣 那宣圣 各位前贤 知道是谁吗 宣圣就是我们的志献 先师啊 我们的孔子 孔子呢 强调了说大学呢 是以明德为本 那德呢 就是我们人本来的行为 这个讲的就是一个用的部分 那中庸呢 是以明道为本 那明道呢 也就是天命智慧性啦 我们要发挥人善良的本性 也就是体的部分啦 那我们一个学道之人呢 这个体用 我们都要兼修 那每部心典呢 都有他的核心思想 那大学的核心思想是什么 至善啊 至善呢 也就是指一的意思 那各位前贤 对我们的至善宝地 应该很熟悉吧 有没有常常善用它 好 那中庸的核心思想呢 就是成啊 那我们知道呢 修道人呢 至成是很重要的 我只是要学 天呢 至成无习 我们知道天体的运行呢 它是没有修习的 是至成无习的 那中庸里面有讲到 至成知道呢 为天下至成 可以尽其性 那能够尽其性 才能够尽 尽人之性啊 那我们一个人 如果能够发挥 善良的本性呢 就能够帮助别人 发挥善良的本性 那如果能够帮助 别人发挥善良的本性呢 就能够呢 尽物之性 帮助所有的万物呢 都发挥 它最好的一个功能 最后呢 参赞天地的话域 那伦理 伦理的核心思想呢 讲的就是一个 仁爱的东西 那我们知道 我们修道人啊 慈悲心重要不重要 那伴道的前提呢 渡人的前提呢 其实最重要的背后的意义呢 也就是来自于那个慈悲心 所以华言经里面也讲到了 他说呢 王师菩提心 修诸上法 视为魔业 所以呢 修道人呢 慈悲心非常的重要 那孟子的核心思想呢 讲的是一个义 那我们知道在藏国那个年代呢 各国的君主呢 为了自己的利益 不惜的发动战争 就是缺乏义 那我们当今的社会啊 人性不古啊 我们现在的人呢 也是怎么样 就像人家讲的一句话 伤人重力 清别离啊 所以人与人之间呢 如果重力 少了那份义呢 这个家庭容易瓦解 然后社会呢 同时会发生很多很多的问题 那大学的宗旨呢 其实呢 他就是在告诉我们 要学习什么 大人之学 对不对 圣贤之学 不仅呢 自己要成圣成贤 最重要呢 我们也要帮助别人 成圣成贤 这也就是大同世界的一个方法 那我们知道啊 北海老人是第几代的祖师啊 十五代啊 那就是王祖决一 他强调了 他说大学之道呢 就是要我们学天之道 这个天呢 也就是礼天 那礼天呢 就是我们人 礼性 道心的一个来处 所以我们的性呢 竟然来自于天啊 所以呢 我们可以说呢 是上帝身上的一粒 一颗粒子 我们的性跟老母粮 有没有一样 我们是一样 我们是老母的分铃 所以大学之道呢 也就是要学习呢 如何尽人和天之道 所以尽人道呢 自然呢 也就能够达天道了 那我们激光佛佛老师啊 恩师非常的慈悲啊 他又再一次的解释了 什么是大人之学 那这个大人呢 也就是人得一为大 老师告诉我们说 既然我们得一了 我们的智慧呢 要不要很通测 因为我们常常听人家讲 一窍通 百窍通 一里测 万里测 一本即旺书 万书呢 归于一里 那一即一切 一切即一 那既然我们得到了此窍呢 那各位清闲 我们有没有找到 我们的真主人啊 有哈 那既然找到了呢 那就是大人哦 那老师强调说 大人就是要有懂事的样子 那什么是懂事呢 就是进退 要得体 要设得大局 要懂得自己呢 处于什么本分之下 该做什么事 那我们知道呢 我们不论在什么团体之中 大部分呢 就是处于两个角色 一个就是领导的角色 一个是被领导的角色 那如果我们处于呢 一个领导者的话呢 那我们不仅呢 要有一个决策能力 要能够去策划一些事情 决策一些事情呢 这个带动 要有带动的能力 说话自然就大声了 那有时候呢 当我们处于被领导者的时候呢 我们要懂得听话造作 当我们能够有成人之美 能够有一个配合的精神呢 那个就是一种懂事 因为其实在道场上的运作啦 我们人常处于一种不同的角色 不是领导 就是被领导 有时候呢 人家需要配合我们 有时候我们需要是怎么样 配合人家 那每个螺丝钉呢 其实都是很重要 唯有这样子 大家的频率一致呢 我们才能同步走其步行啦 那老师告诉我们说 人得一伟大 所以我们要常常呢 回归一心 长清长进 不论遇到什么进的时候呢 我们都要怎么样 我们的心呢 都要能够回到本心 这是每个人呢 在这个人世间 来这个地球这么一招呢 我们必须要去历练啦 体悟的道 那大米勒师兄呢 也慈悲的说啊 他说 儒家音韵啦 四十五经都要读 尤其是如论语 文语阐述的是什么道理 我们为人处事 是每天都要用到的 但是在学到的心法方面呢 如果我们要体悟的很深的话 要在大学中庸下功夫 所以我们知道啊 历代的圣贤古今人士啊 他们把大学跟中庸呢 称为呢 是天人之礼啊 那我们的恩师 同时也告诉我们了 他说 我们的精神粮食是什么 经典啦 离得开了它呢 我们定力就不够 那定力不够呢 我们就会随波逐流 那我们知道呢 我们在这个人世间啊 修道人啊 有时候混入这个红尘社会 确实是不太容易 但是我们要随和 随流 但是我们心中要主见 不能同流合污 所以老师呢 同时也勉励我们这些图文说 当我们精神空虚 烦恼来的时候呢 就是我们精神呢 不能集中的时候 那各位情形 我们每天 有没有遇到很多不同的境 我们是不是内耗的很严重 所以同时我们的精气神 我们也都在耗散 所以当我们意念 没办法突破的时候 就是充满很多负能量的时候呢 这时候呢 最需要的就是要 接受佛光的普照 还有常常研读 圣贤所留下来的自讯 然后呢 来让自己的自信能够光明 因为正能量呢 对我们来说呢 重要不重要 我有正能量呢 说真的啦 我们才能够抵挡 外来的一切尽 所以这个能量场呢 是相通的哦 那我们自己一个好的正能量呢 可不可以带给别人正能量 那我们的负面情绪 会不会去影响很多人 也是会的 所以我们其实呢 要常常把自己整理好 让自己的磁场呢 能够属于一个最平静的 一个状态下 因为当我们平静了 我们周遭的人就怎么样 平静了 所以有的人 他就说了 其实一个人 他影响的力量是很大的 尤其是一个昆道 他在家里如果是负能量 家里面的人怎么样 日子可能过得也不太好 所以我们技工福福老师呢 很慈悲 他说呢 修行呢 有一个六字诀啦 就是什么 感冒病 去脾气 那老师告诉我们说 儒家呢 不讲因果 我们知道因果的东西呢 我们没有宿命通啊 好不好去了解 所以我们这辈子呢 遇到某些人的时候啊 说真的 我们明明知道是因果 但是有时候会不会怨天尤人 会啊 所以常常呢 会因上又 果上又加因 因上又加果 因因果果 迁 这个无限的迁藏 所以我们才会流浪生死 六万年来 对不对 因为我们都看不破 看不透 那老师说 其实儒家的东西很简单 他当下呢 只要我们照着圣人的脚步 依着圣贤的经典去做啦 我们学那个 言子的事物 非礼物事 非礼物听 非礼物言 非礼物动 我们当下不照因 既然就不用去受这种苦果了 讲的有没有道理 受信儒家的东西没有很难 但是我们要随时 去注意自己的深口义行为 那大学圣训呢 他的层书背景呢 是每句信 每个讯文呢 每句有14个字 总共有1590句呢 共计22,260个字 共用了28位仙佛来批训 从2008年的2月8号 到2011年的正月22号 历经了三年 那他批训的地点呢 在发音词法的广计道场 历经了很多的佛堂 44场的法会 那这本书 各位前行应该手上都有 对不对 你们知道几页吗 700多页 是很厚的一本圣训 那天然古佛词训 大学之道呢 已经竣工了 那大学圣训中的大学之道呢 是什么 那大学圣训的特殊结构 与大学之道呢 有什么关系 那第三个问题呢 就是 为什么我们要读经典圣训呢 好 那我们知道这个就是他的本训 对不对 从前面到后面 那他的妙训呢 是哪几个字 大学之道 对不对 那他的训中训呢 这个字可能很小 他的训中训呢 是道之宗志 今天地理神明 爱国宗士 所以我们就会知道啊 先佛太妙了 他要我们学习大学之道啊 圣人之道啊 就是 白杨秀士就是要落实什么 道之宗志 所以道之宗志呢 他里面所讲的 今天地理神明 爱国宗士 敦平崇礼 孝父母 众师尊呢 一直到喜心狄律 戒甲修真 其实他所阐述的都是一个人道的部分 对不对 好 当我们把人道呢 做得圆满了 我们就能够恢复本性的自然 启发良知良人的自然 好 这也就是一个内胜的一个功夫 当一个人呢 把自己呢 修养好了 我们再把他这个德性的扩充出去 我们就能够起立立人 起达达人呢 然后进而呢 去度人成全人 往世界为亲平 化人心为良善 最后达到呢 止于至善 就是记世界为大同 那他的这个训文啊 本训的部分啊 有没有看到 我们把它分为A 还有B的部分 大学圣训其实是蛮复杂的 那个B的部分呢 就是妙训涵盖的本训区 那A的部分呢 就是非妙训涵盖的本训区 那这个A的部分呢 宣服很奥妙 他的批试的时候呢 他的题材呢 取之于这个 这个珠子版的大学章句 中庸章句 以及呢 吕纯雅李主师的格志章 但我们知道呢 大学这本书呢 因为他连代比较久 又经过了秦始皇 我们知道秦始皇呢 焚书坑炉 一些重要的典籍都没有了 那大学呢 也试掉了格物志志章两篇 那吕纯雅李主师呢 他非常的慈悲 他敢受到呢 这个白杨时期呢 人心不古 这个修道人呢 一定要圣读 要圣心物以引为恶 亦恶于动机 所以呢 他呢 补上了格物志志呢 两章 让这本的大学呢 能够更完整 所以他可以说是我们白杨修士的一大福音 那在妙训的部分呢 大学圣训的妙训部分呢 就是大学的经文 经义章 那我们刚才说经义章是谁写的 孔子对不对 那经义章呢 总共有两百零五个字 那有妙训呢 就有训终训 他的训终训呢 更不得了了 他总共有几部经典 有九部呢 我们一起来念一下 看得到吗 好 道之 宗旨 好 那这些经典呢 其实融合如是道的东西 那大家可能比较不熟悉的 就是文昌帝君的单贵集 其实这是英志文 他和那个太上感应篇 还有观圣帝君的绝世真君呢 是道家的三圣书 同时呢 他也是一个劝识书 所以这个英志文呢 其实他在行为方面呢 他希望我们学习断恶修缮 那在内在的部分呢 他告诉我们学道之人呢 要圣读 要不愧 不期暗示 那在英福经的部分呢 皇帝的英福经 他的连带比较久远 也比较不好懂 他有阐述一些 阴阳五行的东西呢 同时呢 他有讲述呢 这个治果之道啊 还有养生之道 战略兵法的一个部分 比较深 那十参的部分呢 这个内容 他真的非常的好 其实我们每天 也都可以去恭送他 他是流传在我们道场上的 三圣经的一个流通本 那在各位前嫌呢 我们手上的那个手册呢 也有写 对不对 一参不进天地 最消灭 二参不礼神明 最消灭 三参不敦 孝替 最消灭 所以呢 其实这些呢 都非常的有意义啦 随时能够让我们反观制造 那在这个 我们知道呢 这个妙训啦 它非常的妙啦 那妙到呢 这个诸佛妙里呢 其实啦 非观文字啦 有时候我们在读 我们不要抱着一个 做学问的一个心理啦 因为有时候抱着做学问的心理呢 我们可能读不懂 就会卡在那里 这些心佛的用意呢 是要我们去 落实 去实践它 所以呢 不要用逻辑理解的分析 契录 信解奉行呢 比较重要 那本训当中呢 纵心佛呢 有用到诸系的四处集中的大学 还有福佑帝君 使用浅缘新柱 大学的内容 再加以个解释啦 解释它的核心 还有它的意涵 所以它是正解 也是妙解 它讲得非常的清楚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七百多页 我们要分四次来上课啦 那这个手册的部分啦 它的一呢 可能到闲文介绍 还有序 可是后学所收到的那个 传体内容呢 是要讲到 妙训 知识而后有定 那逊中逊呢 也就是礼运大同篇 那在二的部分呢 手册呢 它是定在物有本末 那后学呢 所拿到的进度呢 传体进度呢 是要到先程起义 那妙训中逊呢 也就是签字文 虽然内容很多 那后学就尽量学习 那讲不完的地方呢 再请各位前逊呢 我们就自己呢 再去多研究 那圣训呢 为什么那么殊胜 我们知道神道社教啊 天人共伴啊 那这个圣训呢 它融合了武教圣人之奥义啊 我们就发现了 这些先佛啊 他们真的是很了不起啦 他们真的是饱读经书啦 能够把所有的义领呢 融合在一起 而且能够印着天使天运呢 讲的不仅是修道的东西 还有白羊修士呢 半道的一个部分 而且呢 它是因缘说法 圆满教化 不仅呢 是在起信 最重要也是在让我们 获得一个印证 那尤其是在我们现在 我们知道科技文明呢 发达的一个连带啦 这个物质呢 非常的好 可是我们人的心灵啦 空虚的人很多啊 所以现在得到 这个忧郁症 躁郁症的人 多不多 所以其实呢 我们读经典 它的一个用意呢 其实也可以在我们的心灵呢 注下来 新的一个源头活水 那像以前呢 后学教儿童读经的时候啦 教过很多孩子 有的孩子呢 真的很躁动不安啦 可是真的就像王教授所说的 太厉害了 那个躁动不安的孩子 透过长时间 这个读经的一个洗礼呢 慢慢的就会安定下来 那其中有个孩子呢 很特别啦 他也是躁动不安的 那真的读经之后呢 他病的呢 该静的时候就静下来 该动的时候就动下来 那他的妈妈对他很满意啊 父母对他很满意 而且他妈妈还说呢 甚至呢 人家在调皮的时候 他还会跟人家讲道理呢 那有一次那妈妈就跟我说 他很担心 他说我的孩子啊 即将进入国小 我说你在担心什么 他说因为现在学校呢 国小呢 有很多霸凌方面的问题啦 他说读经的孩子呢 太单纯了 太善良了 我的孩子呢 会不会以后到学校去呢 被别人欺负 那后学当下听到这个呢 后学就觉得 蛮可爱 这家长怎么有这种想法 我说你应该要想啊 你的孩子以后到班上去啊 是个好学生啊 他一定对班上的同学呢 有个影响带动的一个作用 他一定是呢 班上的呢 一股清流 那后学同时也鼓励这个家长说 你应该鼓励呢 更多的家长呢 带孩子来读经 这样子呢 班上的好同学呢 越来越多 那校园里面的清流越来越多呢 会不会有一个霸凌事件 不会 那当然这个社会就会越来越好 所以我们知道 透过儿童读经的力量啦 改变一个家庭 一个家庭就可能够改变更多的家庭 那现在呢 风水轮流转啦 现在不是小孩子要读经 我们大人要不要读经 要 我们终于可以体会到 他们辛苦的地方 对不对 而且我们比他们还怎么样 还辛苦 因为我们的记忆力没那么好 那基工佛佛老师呢 非常的慈悲啊 他说修半道的目的呢 是什么 这段话很有意思 来我们一起来念 老师在讲这段话的时候 其实我们都会想到说 老师是不是只有注重修道 其实不是的 透过修道呢 因为我们真的真心 我们很想要修道 所以呢 我们必须要度人成全人去半道 去这个行功力的了业了罪 才能够回故乡 那透过半道呢 在度人成全人的过程当中啊 我们才知道我们的火候到底好不好 那透过呢 大家一起半道呢 和合共事的过程当中啦 我们才知道我们的脾气毛病在哪里 对不对 一个人会不会有问题 不会有问题 人多就会有问题了 都是自己的问题 所以呢 我们也希望呢 透过修半道当中呢 我们能够让自己一些有灵有奖的东西呢 能够磨得越稳 圆润 所以半道也是为了修道 那修半是一体的 所以呢 修道呢 不半道 修久就会没 就没有味道 那半道不修道呢 半久呢 磨就到啊 所以呢 白羊修士呢 修办都是很重要的 那我们知道大学完工之后呢 来为仙佛来作序 天然古佛对不对 那天然古佛呢 所以这个训文呢 就好像木骨城中啦 警醒迷经的一个法要啊 他也是上天呢 按掉悬梁 然后借着这个训文呢 让我们沉坚道慢 传承这个慧命 所以白羊领韵呢 有机可循啊 这个四书问世呢 他彰显了道真 理真 天命真 而且大学这么一书呢 他隐藏了天人合一 而且是儒教的一个心法东西 修身立命 内圣 外王的功夫 都在里面 那后学把序 比较重要的一些地方呢 把它提出来讨论哦 那圣贤呢 之所以明道立教者无他啦 就是在使我们呢 各父其本位 略性了命 修真行正 落实生活之中 从而他使安稳的 让人能活出自在的 真心与利利 所以圣人立教呢 是为了怎么样 明道 就是为了发挥我们人呢 善良的一个本性 他是以 这个明道为本 那明道呢 最重要呢 我们就是要 把天命之位性呢 善良的本性 把它发挥出来 这个就是一个顺性为先 那在生活当中啦 要不断地把心 那个内心的污垢呢 把它洗滴 洗心敌利 戒甲修真呢 最重要呢 我们就是要 恢复自信 原有的光明 所以如何呢 让自己活出 这个自在的真心与内力 我们要从根本处下手 那我们看这张图啊 其实人生呢 从某个角度来说啊 我们常常是内力 跟外力的一个抗衡 那 各位浅写 在日常生活当中 有没有礼遇交账的时候 应该都有这种感受 所以我们希望明天更好呢 其实就是要看我们每个人的内心世界啦 因为我们的心态 会决定未来的状态 那让我们去思考一个问题 在平常的时候呢 我们是内力主导外境 还是外境 还是外境主导内力 如果我们是外境主导内力的话 我们就是怎么样 心随进转 烦恼会很多 会苦中加苦啦 那其实我们学到 我们就是要慢慢学习 用内力去主导外境呢 就是借进来转心啦 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呢 我们所遇到的所有的人事物啊 其实呢 都是我们投影的下 我们内心当中 所以呢 也都是在帮助我们觉察认知的 那每个人呢 常常遇到的一个人事物 每个人大部分呢 都不太一样 那为什么会遇到这些人事物 其实这些人事物啊 人家说外境是什么 内心的显现 所以在连极限那本书呢 其实他讲了一段话呢 蛮有意思的 他说呢 今天呢 我们所遭遇的问题 我们自己知道 那我们知道 我们亲戚朋友呢 所遭遇的一个问题 甚至我们在新闻报道 我们知道社会 整个国家 整个世界呢 所遭遇的问题 不论是我们看到 我们所听到 我们所知道的 只要是我们所知道的 这一切呢 跟我们自己有没有关系 他说 这个都不是外来的问题 这个都是我们内在的问题啊 都是我们内心的一个显现啊 所以呢 我们人呢 唯有进化自己的心灵 当把自己的心灵 进化好了 自然就能够进化 周遭的一个环境 所以一个人呢 最重要就是要疗愈自己 当他自己疗愈了 他就能够疗愈周遭的一切啦 所以我们的人生呢 其实呢 简单的说 它也很像一个 我们在玩电脑游戏啦 不晓得大家 有没有玩游戏的习惯 可能没时间啦 年轻人比较会 我们知道那游戏呢 有很多很多的关卡 那有时候呢 有的关卡呢 很容易我们就过关了 那有时候呢 我们容易被卡关 那当游戏卡关的时候呢 大部分就是两种心态 一个是什么 放弃 一个是什么 再接再厉 那 如果呢 我们的记忆不高啊 有时候呢 我们面对一个劲的时候呢 同一个等级 我们都过不了关 就算再接再厉呢 也是苦于作战 最后呢 还是过不了关 所以呢 我们要练就强大的游戏功力 也就是我们的内力 我们要怎么样 静随心转 当我们内力很强大的时候呢 这个 我们静随心转呢 我们就能够化烦恼为菩提 自然能够转世 成智 那我们知道一个开悟的人 他最厉害的地方呢 就是呢 遇到所有的境呢 所有的问题呢 都不是什么 都不是问题 因为他的念头呢 能够转得很快 然后呢 能够去突破心理的一些障碍 所以不管发生什么事 只要我们的内力呢 够强大呢 我们就能够穿得过去 所以人世间呢 所有外在的这些东西 不管是荣华富贵 功名利禄 或是六亲情缘 就像游戏当中的经历呢 在当时呢 我们可以使用 那不晓得以上的这些东西呢 对各位前行来说呢 我们修办到好不好用 还是需要对不对 所以啊 其实所有的圣业呢 也必须要建立在凡业的基础 所以无反不养胜 但是如果我们太执着他了 我们忽略了圣事呢 我们人生会不会顺 无胜反不顺 因为我们知道 所有的这些东西啊 在人生的终点之后呢 它全都归于灵 所以正所谓的万般带不走 唯有业随身啊 所以老师呢 说图啊 万在的一些名利情缘都是幻象 该醒了 别再睡了 这六万年来的梦 该醒了 来的时候 唤醒自己的这条路 虽然路途很遥远 但是前进的方向跟速度啊 由此来决定 所以呢 我们肯不肯修 肯不肯办 别人有没有办法勉强我们 所以呢 我们的老前人说 谁修 谁得 谁办 谁成啊 怎么努力 就怎么收获 这个由自己来决定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大学的争议 那大学我们知道 它是四书之首啊 也是我们这个 立生处世的一个根基啊 所以大学知道呢 它所阐述的 成圣成型的方向 反扑归真呢 它里面的三肝领 八条目呢 让我们 洗涤我们的心灵呢 让我们的心境 能够提升 那五步功夫呢 是哪五步 定静 安立德 它同时也是定心 还有修 修心的一个方法 那如果我们能够了解 物有本末 是有忠实呢 在行住坐卧之中呢 我们能够保持着 一直心呢 这样子离道呢 也就不远了 所以人得意为大 然后孔子说 执中观一 释迦曰万法归一 老子云抱援守一一 耶稣产莫道清一 那莫凰莫德呢 说清真凡一 这个五教的经典 都离不开什么 心性 我们知道修道修心 最重要的就是答一 那智善就是一 那智善就是一啊 这个佛法呢 是不恶法门的 所以呢 白阳修士呢 从学修 讲半行之中 我们要学习啊 言行合一 知行合一 那知道了 还要再去做 那得一善呢 全全福音 那大学的宗旨呢 就是要我们学习大 学习呢 一以贯之 所以学问呢 要做到深入 通达无碍 出类旁通 我们就要在万物 皆本同的 本人上呢 一去下功夫 这才是真正的大学 那学问到底要从哪里开始呢 我记得以前刚进入到场上的时候 常常听人家在讲 讲师都会说 人有鸡犬放 则知怎么样 求知对不对 那有放心而不知求 那我们现在的人呢 是如果丢掉了什么会很着急 手机啦 那如果稍微一点 你年纪的呢 又近视了 丢掉了什么会很着急 眼镜已经不止一副了 找了 这个头 脸上的戴一副 还要再找另外一副 那 可是我们人呢 常常呢 我们学到之人呢 我们自己在做一件事情呢 对不起良心的时候呢 我们通常会怎么样 我们对自己 我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好 这样子就不行了 因为学问之道 要从哪里开始 要从自己的本具 一练心开始 那一练修行呢 自身等佛 那我们知道呢 当我们人的心啊 能够静下来一秒钟啊 我们真的就当一秒钟的佛 能够静下来一分钟呢 我们就当一分钟的佛 所以静心呢 是最重要的 那修行呢 不是为了遇见什么 佛啊 那我们知道我们人啊 我们常常修行啊 我们一般困难的时候 我们求先佛菩萨怎么样 祈悲啊 希望有时候 我们有的人呢 有一天呢 还希望先佛菩萨来接应我们 所以我们凡人的心 通常是怎么样 做很多事情都是求佛啊 不问自己的心 不求心 可是我们知道呢 我们修行呢 是要学习圣人怎么样 遇见自己 圣人的心呢 他其实只有问自己而已 圣人求心 不求佛 倒在自身 身外无佛 那我们也希望我们能够 找到自己的自信佛 那是最快乐 最幸福的 那这个也就是我们的妙训 禁一章 那大学的架构呢 三缸岭 哪三缸岭 明明的 心明 止于至善 那在圣训的部分呢 是心明 那中庸呢 大学章 对不起 那个珠子的大学章句 他用的是七明 那七呢 是古字同心的意思 那八条目呢 是哪八条目 格物 好 所以古之一名 得于天下者 先持其国 欲持其国者 先持其家 欲持其家者 先修其身 欲修其身者 先振其心 欲振其心者 先承其意 欲承其意者 先致其之 致之再格物 所以物格之后 才能够知智 知智亦成 亦成心正 心正生修 生修而后 家企 家企而后国制 国制而后 天下平 所以这个修身呢 最主要就是 包含格物置之 成义正心 这个也就是内圣的东西 独善其身 那一个人能够修身之后呢 才能够发挥他的作用 齐家治国 平天下 这个也就是外王的功夫啊 奸善天下 那修身呢 其实它就是连结的内圣外王 两方面 然后修身的重点呢 最主要就是要格物 然后呢 才能够让我们的真面目呢 本性呢 能够显现 那这个大学里面的五步功夫 我们来复习一下是什么 这样子就离到不远了 那我们知道呢 我们在 各位前行 相信我们都常常去小吃店啊 我们知道小吃店呢 那个老板真的很厉害 他在煮东西的时候呢 他有没有程序 我觉得他很厉害呢 他们都会很有步骤 而且不会乱的 他们会有他们的一个步骤 什么阳村民从什么开始 然后照着SOP的那个流程去做 所以他们做起事情来呢 都不混乱 所以我们做事情呢 我们常常发现 有的人他很厉害啊 一个人呢 能够同时从处理很多事情呢 他也都是从最根本 最重要的地方呢 先去下手 然后呢 这样子就可以把事情处理得很好 就好像呢 我们知道呢 教育的本质好了 那我们知道现在教育人家 有的人会说 今天教育最大的问题呢 其实呢 都是缺德 那教育的问题呢 在家庭当中呢 为什么会缺德 因为现在的人呢 都怎么样 在家里会不会孝顺父母 如果没有去做这一点 在学校你要他尊敬师长 这个是很难的 因为在家里都不孝顺父母 不尊重父母呢 出去外面能够乘上起下 这很难了 所以福校呢 就是得之本也 教之所由生也 所以物有本末 事有宗史 这个本呢 修身是本 心灵就是度人 成全人呢 心末 那事有宗史呢 那这个史呢 就是最重要呢 就是要独善其身 我们才有办法 奸善天下 那如果从我们个人的身上来说 自信跟肉体 哪个是本 自信啊 可是我们知道我们人啊 常常花很多时间呢 在肉体 还有身外之物 去努力 对不对 好 所以呢 我们人常常是为了生活 而不是为了生命 好 这是值得我们去省事的 好 所以呢 知道他的先后资讯呢 折尽道矣啊 君子物本 本利而道生 那末后一着了 天开科学 山一山 剩下多少 谁也不知道 那老师说 我们就是要尽我们的一颗心 踏踏实实的修 不要执着于外在的诠释 不要执着于外在的一切 但我们执着就是代表我们 不圆满 好 那各位前写 我们在座的各位前写呢 我们都修到数十年了 相信呢 我们要放下 这个社会上的一些名利心 容易不容易 容易啊 好 比较容易 可是呢 经历到场上久了 修到久了 有时候呢 我们希望别人能够认识我们 了解我们 重视我们 甚至呢 能够听从我们 这个就是道权 道明道立 当我们执着这外在的一切呢 这个就是不完美 好 就是不圆满 好 学老师告诉我们修到呢 我们一定要 了解它的根本在哪里 那个 末自然就能够成 就好像呢 我们在度人 成全人 我们开始呢 我们可能在成全到亲 我们都是从 改变命运下手 我们可能会跟他说 你的身体不好啊 你好好的修啊 行功利得啊 你的身体可以变好 你这个工作不太稳定啦 你也需要行功利得 家庭不美满 我们都用这个改变命运的角度去讲 去 去 去诠释 可是各位浅显 有一天呢 我们慢慢修到久了 我们想想看这些东西呢 他只能说呢 是人世间的一种 什么 福报 如果有一天我们修到久了 我们真的修到了素食连 我们也吃素 我们也修半道 我们真的都很认真 可是我们得了重病 我们是否能够接受 各位浅显能够接受吗 或甚至是一场意外而走 这个 每个人的姻缘都不太一样 所以 我们修到 我们常常就想呢 我们到底是为了世俗的 人听果报 还是我们修到呢 最重要是获得圆满的觉悟 那如果我们是为了 这个圆满的觉悟呢 可能我们在人生当中呢 不管遇到 怎样的一个境啊 那我们都能够去接受 这个苦乐呢 自己呢 都能够不动心啊 那我有获得呢 这个圆满的觉悟呢 我们才不用再流浪生死 所以南极老先生 很慈悲地说 修半道不能够回到根本 就是摸不着根 想修行 那什么是根本 那后学的阿姨呢 出家我记得她在国中的时候 教我怎么样打坐 她都教我眼观鼻 鼻观心 那时候呢 我们智慧不够啦 我们知道心要观何处 她只是告诉后学说 你就把你的鼻子呢 捏着 捏着然后再放开 捏着会有什么感觉 痛的感觉 对不对 那你就一直想着那个感觉 那等到你没有想 你等到那个感觉不见了 我们的心是不是又会外放 她说那你就再念一次 她就教我这个方法 那直到呢 我们求得到之后呢 我们才知道呢 我们的老师很厉害啦 教我们的方法我们更好 好 她已经告诉我们的心在哪里了 那不分别 不计较 不对待呢 就是我们本来的面目 也就是我们本来的原心啊 所以呢 我们知道呢 自天子 以至于庶人啊 我们就要修身啊 那不管呢 我们每个人呢 这个一旦生下来 我们的福报 每个人虽然都不一样 那很清晰的 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佛性啊 所以我们好好的修 一定可以成佛的 那谁修谁得 谁办谁成 那一切呢 都是要从修身开始 唯有修身 我们才能够齐家 齐国 平天下 那其本量而莫知者佛义 其所后者博 而其所博者后 未知有也 那一个人呢 如果不注重根本 而希望结果很好 有没有可能 就好像呢 我们没有把自己呢 修养好 那我们希望我们家庭很和乐 这个很难 对不对 就好像 知子 定静安律德 什么要先开始 我们先注重知子 对不对 那其所后者博 而其所博者后 未知有也 那我们知道 孝经里面呢 有一段话说 故不爱其亲 而爱他人者 未知辈德 不敬其亲 而敬他人者 未知辈理 所以这个博家呢 对于亲疏远近的关系呢 是很重视的 所以老贤人在世的时候呢 常常呢 会说啊 我们度人度人 那请问家里面的人 度了没 尤其是我们的父母亲 对不对 他就是要我们注重呢 这个本 所以基工夫妇老师说 天下人 如果是半道 不修道 天下是不可能太平的 所以呢 我们到底是要修道 还是半道呢 如果我们每个人 都能够修改 自然能够达到 不教而化 这个无为而至的境界了 那这个妙训呢 大学之道 赛民明德呢 对应他的训终训 道具终止 他就是在告诉我们 每个人呢 我们都要光明 自己原有的这个德性 那展现呢 这个人道境 天道全 陆世的修行特色 这个也就是白洋修世呢 儒家的一个修行的一个内涵 那大学的要旨呢 就是要学习大人之道 学习圣人之道 产发武教圣人的奥指 那大学之道呢 在明明德呢 就是要我们恢复本性的什么 自然启发 对 那大学呢 是大同理想的方法 最后就是希望怎么样 进世界为大同 然后把天堂呢 搬到人世间来 那现在进入了圣讯呢 那黑色的部分呢 就是来自于朱熙的大学章句 那如果有看到蓝色的字体 就是圣讯的部分 那我们知道大学这本书呢 是孔子的一个著作 也是我们明明德的一个入门功夫 那古代的人呢 尽得修业 修业呢 都是按照这个次第 那以大学为本人梦刺之 那大学之道的三纲礼 明明德 心灵指一致上 他对应八条目 那明明德呢 对应什么 格物 致之 诚意 正心 修身 也就是如何去修身 那度人 成全人方面 也就是心灵 就是持家 持国 那当一个人能够把明明德 心灵给做好了 自然呢 就能够持天下 也就是止于至善 最真最善 最完美的一个境界了 好 那这段我们一起来念 当刻明德至善修 故事明明能了物 刻明俊德皆自明 兼善天下重则赋 这段呢 是在解释明明德 那我们不仅要明明德 最重要呢 我们还希望能够推几吉人呢 能够 能够 这个度人成全人呢 奸善天下 这个就是我们白羊 修饰的一个使命 那明呢 也就是使自信光明的 一个修持方法 那明德呢 也就是上天父给我们 光明的德性 我们善养的一个佛性 所以呢 这个康告约 他有提到克明德 也就是克制自己的一个欲望呢 能够张明自己光明的德性 那太假约呢 也告诉我们说 我们做人就是要时时去回顾了 上天赋给我们光明的一个本性 也就是我们的良心 那地点约 克明俊德 也就是要我们呢 张明自己呢 这个伟大的一个德性 这些呢 这些呢都是告诉我们呢 明明德的功夫呢 就是要认理时修 改毛病 然后怎么样 去脾气 那我们常常说 我们要度人度人 我们要半道 我们都都是度外面在的众生 但是自己内在的众生 谁要度 自己度 对不对 所以呢 这个六祖会能说 民时时度 勿时能要自度 自己的无名呢 一定要自己度 所以修道是自度啊 不是靠着外力啊 所以呢 我们人不要烦恼 外在的是是非非啊 那我们知道啊 六祖谈经也说过 若真修道人 不见世间过 若见他人非 自非 却是左 那修行呢 最重要就是要看自己 那有时候 我们如果把重心呢 放在外面 讨入外面的一些种种 其实我们看到的角度 毕竟都是有限 一个圆360度 其实以人我们的智慧呢 我们能够看到几度呢 所以有很多很多的事情啊 后学觉得说呢 我们不要去评判啊 后我们不要去分别 去对讲 去分别去计较 其实上天 他都看得清清楚楚 上天只看一个人的动机 所以上天呢 他自有定夺 那我们修道人呢 我们就是向内呢 回观仿造 后不管别人做的对不对 自己一定要做对 后那这个 就是尽到自己的本分啊 后不要有分别对待的心 那佛跟菩萨呢 跟我们众生最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他们平等心啊 我们人的分别心重不重 这也是我们痛苦的一个原因啊 那在心明的部分呢 我们来看一下 来我们一起来念 狗心日心又日心 做心明儿教化府 周虽旧邦命闻心 君子不用其极故 那心明呢 我们知道三滩王 在他的洗澡盆 科了九个字 他的最佑名 狗日心 日日心又日心 他说身体的污垢呢 要天天去清洗 那心灵的污垢呢 当然也要每一天 而且每一分每一秒 每个当下 这个就是另做心明 那当我们把自己修养好了 我们才有办法去度人成全人呢 才有办法绝他 那自绝绝他 最后呢 绝行圆满 那自绝的功夫呢 就是内圣 绝他也就是一个外王的功夫 最后呢 能够止于至善 那在现在呢 我们进入了止于至善 当机千里 民说志 良知良能 所居处 民党黄疗 止秋于 知其所止 方贤于啊 那我们知道呢 对一个国家来说 他最繁荣的 就是一个京城 所以一个首都呢 是这个人民啊 还有国王 那个君王呢 居住的一个地方 他是一个发布司令的一个地方 那我们人呢 发布司令的地方呢 各位前写应该很清楚了 对不对 在哪里 就是我们的良知良能 对不对 我们的真主人 那我们知道呢 这个黄鸟就是比喻自信 那秋于呢 就是比喻玄关 那这个黄鸟都知道呢 在哪里栖息 那我们人呢 也要知道呢 自己要在哪里 止于至善 那止于至善呢 就是一个本体的功夫啊 我们要守之物施呢 我们才能够达到 不思善 不失恶 如如不动的功夫 所以呢 季工老师说 徒儿要学什么 要学自己的心 在哪里找到 心的来序呢 我们要把握得清楚 这个叫做明心 如果我们修到呢 不明心怎么见性 所以一定要知道 心止于何处 所以 明示一指点 就是让我们怎么样 知止 所以呢 这个手旋的功夫 真人静坐的功夫呢 对我们 白羊修士呢 很重要 所以 知止 就是指于至善 也就是让我们学习呢 不要麻木 不要冲动 当我们做事情呢 知道自己太超过了 要赶快怎么样 停下来 就像遇到红灯一样 那知止 就是要懂得 保留余地 那我们说话 我们要留得 我们做事呢 我们要留心 那做人 我们要流露 流露给别人 给自己 那知止呢 同时呢 就是要有节度 那我们知道 我们每个人都希望 自己的体态很完美 对不对 可是这个 遇到大餐 在前面的时候呢 我们又怎么样 大快朵鱼啊 那该停止的时候呢 不要去念 那知止呢 同时也在培养 我们的耐心啊 该前进 我们就前进 该停止 我们就停止啊 所以一个君子人呢 如果他能够 懂得人生的 各种处境呢 他能够抓得住 那个时机的时候 什么时候该进 什么时候该退呢 他就懂得 祸福及凶了 如何趋己去避凶 所以红一大师说 一个人最顶级的修养 就是知止 那吴家 吴家的五步功分 我们一起来练 定静 他的入手功夫在哪里 知止 对不对 所以知止 才不会让我们的 气情六欲 旺生 然后心才能够 安定下来 所以吴家的心法 就是像明世一指的 深处用功夫 以我们自信 运藏最大 最深奥的一个能量 所以先佛很慈悲 他说 其实我们每个人身上 都有一颗炸弹 既然有炸弹 是不是有一个遥控器 各位前行 你知道这个遥控器 握在谁的手上吗 冤心在主 所以什么时候该引爆呢 冤心在主 也在观察我们 在看我们的心 在想什么 我们的身口意 在做些什么 所以各位前行 当我们的心呢 当我们的心呢 自己觉得虚虚的时候呢 自己就要小心了 因为这个魔呢 很容易趁虚而入 所以我们的心一定要正 当自己有恶业的时候呢 我们就要停止下来 然后呢 知子在该知子的地方呢 再重新定静 按律德 所以心知子则心定 事知子则也定 那如切如戳 道学也 如着如魔 自修读 色心献息 寻力也 何心喧息 微仪目 那这里呢 就是讲到一个 做学问呢 我们要如切如戳 那静德修业方面呢 我们要把一些 不好的一些部分呢 就好像我们在 雕玉石呢 不好的部分 我们要把它去掉 然后进一步的 把它磨光 这个就是个自修的功夫 那在内心 做事情的态度上呢 我们必须要戒律 要严谨 这就是色心献息 那自然呢 我们就能够 赫心献息啊 能够显现 光明的本性呢 显现一个 修道人的一个 威仪 这个威仪呢 沉于中 行于外 所以呢 这个内自极善 外力其得 最后也就能够 止于至善 达到最圆满的 一个境界 那不好意思 时间的关系呢 或许就稍微 讲快一点 因为最后的 格物智之章呢 是最重要的 他这里的本序呢 有提到说 我们修道的根本呢 就是 真却物本以显扬 就是让我们的 良知良能能够显现 那 各位前写 良知良能要显现 容易不容易 不容易 对不对 所以马祖道一说 道不用修 但物污染 因为我们都已经有污染了 我们到底被什么污染 置之再格其物 因为我们被我们的心物污染 那各位前写 我们的心物有哪四种 黄色的部分 贪欲 奋质 屈奢 爱望 当一个人很贪心的时候呢 我们知道他性情一定会偏差 那当一个人呢 很愤怒的时候 没办法控制自己的无名火呢 这个往往会消了功德灵 然后他会让我们的天性呢 阻塞 那一个人如果最新于这个 名利地位 荣华富贵呢 他的天性呢 就会放荡 那一个人如果爱望 对这个声色获利呢 不管是感情 钱财方面呢 有个非分之想呢 这个都会影响到我们的性情 所以呢 这里的格物呢 最主要是 宇春阳李主师所说的 格除信物 那对朱熙而言呢 他认为是要格除外物 他说我们要成就宇宙 外在的一切 事物啦 成就之后呢 我们还要达到一个真知 不是只有了解表面 最后用这个来启放我们人 善良的一个本性 所以在心物方面呢 他包括了贪嗔痴 还有我们一些杂念 那我们知道了 我们执着的东西越多 我们的贪嗔痴越多 爱物越多呢 妨碍我们就会越深 捆帮我们呢 也会越紧 所以呢 解灵人 还需细灵人 自己绑的 就要自己去怎么样 去解开它 所以丹阳真人说了这段话 我们来练一次 心中无 爱物 烦恼 不 香水 那我们知道呢 我们寒老点燃师呢 他的养生之道呢 很厉害 他说他心中无物 心中无物容易不容易 我们知道一个人心中无物 不会被什么干扰 而且做什么事情呢 一定是刚正不阿的 因为 无欲则刚 那这个孟子也告诉我们 一个人养心要怎么样 欲望可不可以多 养心莫善于寡欲 那这生物的部分呢 他包括了酒色财气 嫖赌 脾气毛病 好一些嗜好 那格物呢 是修道的手药功夫 他最重要呢 就是把我们内心一些 不好的东西去掉 那哪些东西呢 贪嗔痴 还有什么 执着 那一个人要快乐呢 当然执着的东西呢 越少就越快乐 就像我们老师一样自在 那我们知道呢 现在呢 这个国际啦 黄金的价格贵不贵 一两已经要破千望了 那各位前行 你们知道黄金是怎么提炼的吗 是用火 这火力要很强 因为真金不怕火炼 所以杂质跟金 纯金呢 就能够去分离出来 那我们修道人呢 要不怕考验 不怕修炼 那我们知道我们的信啊 来自于无极理天啊 都是无极之真啊 本来是纯洁无染的 可是我们若入后天之后 我们因为我们出生的时间 空间呢不一样 我们是后天的这个阴阳之气的一个影响呢 形成了我们的个性性格 这个也决定了我们的一个命运啦 所以呢 修炼就是要把我们 这些不好前世所带来的一个秉性 跟这次的习性一些物欲呢 我们都要把它去掉 练到精诚不恶 练到真正的得意 所以人呢 只有在存衣不杂的状况之下呢 才能够显露出我们的本性 就是经典所说的见性 所以能够让真主人显现出来的方法 首要的功夫是什么 就是格物啊 有没有 格出我们的什么 心物 还有生物 好 那这一段呢 我们一起来练 心物致壁 生物染 格心物者复兴出 屈生物者觉心缘 信心生者一贯书 那我们知道我们的心物啊 这个贪嗔慈爱呢 会蒙蔽我们的自信 让我们染上一些不好的脾气 毛病 酒色 财气 那一个人呢 唯有让自己的心物去掉了 我们才能够显现自信的光明 所以呢 如果把这个心物呢 比喻成乌云好了 那我们的自信呢 就是太阳 那我们知道呢 其实太阳啊 每天都有出来 照理说是要很亮的 但是因为呢 有时候是怎么样 乌云太后的关系 所以呢 我们每个人呢 也都是要怎么样 去除我们的心物了 才能够波云 现日 那我们的自信呢 大放光明 那 当我们 我们知道新的主人呢 生的主人呢 是什么 是心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去除掉 我们不好的一些脾气毛病 一些嗜好呢 我们一定要了解 我们心的源头在哪里 那信心生呢 跟这个理气象呢 本来就是三界 三界 这个是同一理的 那这个信心生呢 其实就是好像一棵树 这个树根 树生 这个树 树根 树干呢 树枝呢 它是没有办法去分离的 所以老师呢 也告诉我们 说我们人呢 最重要的就是要 乐在这个信上 我们才能够充满发行 而且呢 我们不仅要 乐在这个信上 我们要观察 我们的言行举止 我们要观察呢 所有外在的事物 这样子呢 能够让我们去 看到 我们的本性 见性 最重要的一个人呢 除了看到自己的本性之外呢 还要 最重要呢 还要能够 把这个本性呢 展现出来 这个也就是线性 那我们知道呢 我们的天性 我们的心呢 居住在人的内部啊 所以既然是在里面呢 别人都不知道的 我们只能自己去觉醒 自己去反省 这个就是一个内生的功夫 那当我们一个人呢 性 灵 性 灵呢 心就会震 那显现在外面的行为呢 才能够去启发人 做人家的一个榜样 将道国的尊贵显现在身上 这个就是一个 绝人外网的功夫 那内圣外网的功夫呢 它是一体两面呢 缺一不可 那圣人呢 圣心入于隐为 未动持圣中无 自信 常好 显光明 实时服事 自能护 那为什么圣心入于隐为 非常的重要啊 我们知道呢 阿赖也是呢 来自于 这个大仓库 来自于每个人的一念不绝 这就是我们的无名啊 那人的无名呢 很可怕 因为众生呢 之所以会有轮回呢 就是这个一念不绝 所以一念一轮回 那人呢 之所以会有痛苦呢 我们常常都是看到一个 现象啦 其实我们都没有看到 事物的一个本质真相 那这个现象呢 在佛法来说呢 就是一个缘起 其实它的本质就是信空的 就像我们人 我们喜欢生 但是我们知道生的 接下去 走下去就是什么 就是死 对不对 那我们每个人都不喜欢老病死 但是呢 这个老病死虽然是一个现象 但是其实它的灵性是不生不死的 不生不死才是它的信空真相 那这段话其实它也是要告诉我们说 圣人啊 他没有任何的心物啊 所以他自信才有办法长显光明啊 所以圣人其实他的境界呢 就好像是六祖慧人所说的 菩提本无数 明镜亦非台 本来无一物 何处惹尘埃 可是呢 贤人呢 他要绝心缘 他所做的就是像神秀所说的 时时扶勤事 莫时惹尘埃 只是步骤再多一点 但是只要贤人再努力下去 有一天还是可以到达圣人的境界 好 那我们知道啊 这个欲呢 每个人修道的历程呢 不太一样 但是这个欲呢 非常的重要 这个欲呢 有贪心呢 我们就人就会有一个妄想 所以我们人呢 要知足常乐 要尝牙审查 然后呢 反省自己 去除自己的生物 还有心物 秉除心中的杂念 我们才能够得到一份亲近 那 就像这个贪嗔痴爱 在他很小的时候呢 我们其实呢 就要去留意他 不要等到呢 就好像森林的大火好了 各位前行 森林的大火 刚开始会很大吗 通常可能是一个小小的烟地呢 引起的 所以心心之火 可以怎么样 燎原 那我们的贪嗔痴爱 也是一样 在小的时候 我们就要注意 不要等到他变成 很旺盛的 表现于言行 举止之中呢 已经影响了自己 也影响了很多人 所以南海古佛呢 他非常的慈悲啊 他说苦海啊 其实不是这个世间啊 苦海 是我们每个人 心中的一个念头 我们的贪嗔痴爱 这些念头 让自己受苦了 我们的心受了这个世间 是非善恶的懒卓 所以呢 我们人会执着 越执着就越痛苦 所以呢 一个人呢 他会痛苦的原因 并不是外界发生了什么 是我们自己捆绑自己 没有办法超脱内心的烦忧 这个就是苦海 那良知单位圣其读 这个圣讯里面呢 让我们去想一下 圣读为什么那么重要 因为我们知道修行啊 最重要呢 我们就是要怎么样 诚实的面对自己的什么 缺点 执着 因为 即使别人不晓得 我们的缺点跟执着是什么 但是 我们最怕的就是我们自己不敢面对 我们不敢面对呢 对我们的灵性没有帮助 有的时候呢 我们都还为自己找借口 那不敢面对呢 我们就没有觉得功夫 我们就没办法反省 忏悔改过 那么老师告诉我们说 智慧其实是给愿意 低心学习的人 我们反省的功夫有多深 我们愿意改过多少 我们的智慧呢 就会有多少 不好意思 因为时间的关系 后学有的东西就稍微跳过 那这一段呢 这个圣心物与隐为 恶意恶与动机名物 那修其根源在格物 圣贤凡夫分水岭 那我们知道凡夫啊 就是受七七六亿的影响 我们执着于感情 我们执着于钱财 我们就为这些东西所困 为物质所益啊 没办法当自己的真主人 那我们知道圣人啊 他是尽己之性 尽人之性 尽物之性 他能够参战天地的话域 那我们修到呢 感毛病去脾气呢 这个就是一个格物的一个功夫啊 所以呢 圣贤凡夫的分水岭 我们要超凡入圣 最重要就是要怎么样 格物 那心物就是哪方面 贪嗔 吃爱 那我们的生物呢 也就是我们的酒色财气 脾气 毛病 好一些嗜好 那人 我们知道呢 我们人啊 我们无数万物之灵啊 这个是上天赋给我们的灵敏本性啊 我们既然有灵敏本性呢 所以我们一个人要不断不断进步的一个关键 就是我们在于我们能够反省 我们能够去觉 我们有了这个觉性的功夫呢 我们才能够一点一滴地去醒悟 去改变自己 所以有句话说 不怕怎么样 练起 只怕 绝持 如果我们一个学道之人啊 我们不能够了解自己在 在想什么 自己呢 喜怒哀乐 为什么会不高兴 那我们没办法去了解到我们的起心动念是什么的话呢 我们很容易呢 一错 再错 而且我们常常发现 人会烦恼的一个原因啊 通常是一个小小的恋头 一个恋头呢 就是一个画面 那这个恋头又会引发很多很多的恋头 会有很多很多的画面 所以一件小事情呢 通常呢 我们 每个画面呢 我们姑且呢 这个画面就可以变成一个影片 一个微电影 所以我们人常常发现 一个恋头 我们没办法去 把它怎么样 去把它 止住的时候呢 它通常后面呢 会有很多很多的胡思乱想 所以呢 恋起我们就要集绝了 不要令它相续 所以我们人呢 常常会自编自导自演 然后觉得自己很可怜 对不对 其实这些剧情都是谁造成的 自己造成的 不是别人的 所以呢 觉是很重要的 所以呢 在这场生活当中呢 我们都要能够体现 这个觉的一个部分 觉察觉照觉悟 所以整部大学的一个心性功夫啊 其实呢 就是在一个修啦 修改改变自己 借着自觉呢 自明呢 让我们的心性呢 能够不断不断的去提升 所以平常呢 如果我们 如果我们有情绪的一个起伏啊 我们就可以知道 我们有什么 我们绝对有一些心悟啦 我们绝对有一些贪嗔之爱嘛 我们才会有情绪的起伏 这时候呢 我们就要去做观照 觉察 能够去反省 人 因为有反省 才会有 忏悔 有忏悔 才会有改进 那有改进呢 我们才会有一个进步的空间啊 所以修道人啊 其实呢 最大 最大的敌人是谁 是自己啊 所以自胜者有利啊 要自知者明啊 所以老师很慈悲 告诉我们说 图儿啊 修道最重要的功夫呢 是什么 就是要我们回光反照 我们人呢 要一步一步呢 走得很踏实啊 我们的心灵一动的时候呢 我们就要稍微去想一下 问自己的良心 有没有问题 如果没有问题 就不要犹豫 就代表这件事情呢 我们可以去做 而且呢 可以光明正大 能够无怨无悔 所以我们的恩师呢 慈悲告诉我们说 我们每一天呢 所有 所有相遇的姻缘呢 其实呢 都是我们每个人业的变现 而修行呢 就是要在这当中呢 去成就的 所以当我们在面对 任何的境的时候啊 其实我们的起性动恋啊 就是一个什么 升降的一个关键啊 所以呢 我们如果 在面对所有的人事物之中呢 我们缺乏一个恭敬之心啊 缺乏了一个谨慎啊 我们做事情很容易会有偏差啦 我们会比较冲动 有时候呢 冲民是要去了前夜的 这个前夜还没有了 然后又造了新的一个夜 夜上加夜 让我们引起更多的无名 所以流浪身世 所以老师说 土土 土儿啊 我们就要时时刻刻的 剪点自己的心性 剪点自己的意念 那最后呢 我们就用这首诗 虽然这首诗呢 各位前一生可能读过 但是后学觉得这首诗很好 那后学呢 就用这首诗来做个Andy 那用生命影响生命 把自己活成一道光 因为您不知道 谁会借着您的光 走出了黑暗 请保持心中的善良 因为您不知道 谁会借着你的善良 走出了绝望 请保持你心中的信仰 因为你不知道 谁会借着你的信仰 走出了迷茫 请相信自己的力量 因为你不知道 谁会因为相信你 开始相信了自己 愿我们都能够活成一束光 战犯所有的美好 那我们也希望呢 愿我们每个人呢 都用我们心中的善良 去引发别人心中的善良 用我们心中的美好呢 去引发别人心中的美好 因为有人呢 都会说我们台湾呢 最美最美的地方是风景吗 不是啊 其实是人对不对 我们的人情味很重 那其实人性呢 最美最美的一个地方呢 就是在于我们 这个善良的本性 那我们学到 我们也希望我们明明的 我们要我们的生命呢 能够去影响另外一个生命 心民 然后让大家都能够止于至善 那后学呢 就学习到这里 讲不圆满的地方 寇求心佛慈悲涉罪 那请操事讲师呢 多多补充 谢谢各位前选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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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